掌者收股息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10点半 美国股市开市的时候 三个指数都升了两位数字 亚里跌少许 京东跌少许 汇丰就升少许 这些就不作准了 明早看收市如何情况 今天恒生指数跌了几百点 跌回对上交易日 即是星期一 跌回一大部分 有些估计跌突 回看恒生指数的走势 早上跌得很急 但到了1点至2点 有些买盘 当时跌少了 过了3点后 跌得很急 跌至低位收市 有些估计大部分时间是升 但到3点后又跌了 例如8.57 其实上午很大部分时段 或者1至2点的时候 都是升 但到尾尾又跌回去 虽然是这样说 但还有一些股票 甚至某个板块 是不跌的 航运股 1919 没有跌 海峰国际 我想它跌 它又不跌 我想买回 它又不跌 海峰国际 这个板块 它自成一角 别人在跌 它又有它炒 这个板块很独特 我们经常关注这个板块 还有其他股票是不跌的 1373就没有跌 1373 因为派少了 这是零售股 它现在慢慢收复 在2.3 2.4之间 找到位置 今天没有跌 还升了 还有什么 大快活 又没有跌 我有少量 不多 有个朋友在留言 他问太兴好不好 太兴也挺好吃的 我有帮衬他 我有帮衬他 久不终 我之前 他还没上市的时候 他有一期 卖冰镇奶茶 什么叫冰镇奶茶 不是凍奶茶 是热奶茶 不过是冷冰了 然后冰冷 你不是喝冰水 不会有冰水 溶水出来 冲淡你的茶味 那种叫冰镇奶茶 我去都喝的 做饮食 上得市 你当然想买一个 抗张得好的 什么叫抗张得好的 多店铺 越来越多店铺 多得像世界冠军麦当劳 那样 他那些越做越大 香港来说 大家乐大快活 甚至新进一点的 谭仔国际 都是多店铺 成行成市 他多店铺 举例 他有一百间店铺 七十间店铺 十间店铺 只剩下那些虚本 整条数据他都赚了 生意额和派息的稳健性 就是有个底气 顶着 所以我就觉得 不是太轻不好吃 挺好 不过如果我买 就考虑一下大快活 那些 因为店铺够多 就是这样 港股 两天加起来 就比中国股弱更弱 上个加月日升 今早下跌 今早下跌2% A股只不过跌半 虽然昨天升少些 我现在是晚上 明天为之星期三 现在是星期二 如果各位 有些人 对于前景失去了信心 对自己选股 又失去了信心 又怕风险高 有机会来 买六债 政府买六债 你拿钱去抽 未必全部派到给你的 全部分刀给你的 保底 4.75 好东西 可以对抗通胀 香港的通胀 通胀 这么低 去中国住也可以 买些绿色债券 拿一些利息 中国通胀 0.1 如果继续下去 你拿着利息 都很好 不过 买债券是这样的 要拿着债券 到派息日期才会得到 还有 拿到最后 政府会给你本 所以 他们叫低风险 即是 他不会赖你债 但沿途有升升跌跌 那些都是很大的风险 举例 美国的银行 是否持有国家债券 都可以倒閉 所以 听收音机说 无风险的投资 没有 必有无风险 他们说的风险 即是赖债的风险 赖债风险 买这个陆债是没有的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百名汉城破产 很厉害 他为什么破产 他有宗官司 种族歧视 他做得不够 要赔偿 赔偿 一赔赔不到多少亿磅 没有钱 没有钱 英国政府说 我不够他 不会帮他 付罚金 你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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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你 这样也没有 市政府破产 市政府破产 可能 他在其他地方收钱 去公厅 又收下你 图书馆 又收下你的钱 他是破产的时期 他就要赚钱 做必须的事 不知怎样 很有娱乐性 娱乐性的意思 是英国第二大城市 百名汉城 足球也有百名汉城 破产 还有股毛跌 就是626 626 今天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没有消息 人家在下跌的时候 他升了2% 都可以 626 经常有息派 在香港的借小额 借贷 和900 很多年来都是私人贷款 不过 626最近的生意 就是找不到位 找不到位 找不到位 规模又没有 本地大银行那么大 小又没有大耳窿 所以他都很投尺 但是他每次都有息派 626 人民币 穿了7.3 我早就说了很多次 7.3不是位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他现在穿了7.3 但是他相对于人民币 相对于欧罗 日圆 和加拿大纸 是比这三个强 所以我觉得 现在中国 他对于回律的看法就是 一男子主要西方的货币 主要西方的货币 西方的朋友 全部都是加拿大澳洲 日本 还不是美国的朋友 他瞄着一堆货币 他的目标就是 不是最弱 也不是最强 衷衷地 他叫做 人民币对于一男子货币 相对稳定 人民币 相对于一男子货币 是相对稳定的 就是这样的 市面盛存 盛存 盛存 但是两间公司都没有寄出来 很清晰的 跟别人说 12日 13日 就是有 他们的官方 发布会 当时一定有人问他这件事 宝石有点神秘感 也好 但是 做技术的团体 也很肯定 在中芯国际的 7纜米技术 2N加7纜米 不懂 两条线 电脑叫multi thread 可以同时做两件事 河水不犯井水 一样那么爽 这样的意思 这样的事 我现在就中芯 20元股 跌了下去 今天还跌了下去 如果荷包有些钱的话 我就买一点 将它流传后世 目标就是 当我死了之后 若干年 它变成几百元股 不奇怪 现在20多元股 因为被制裁之下 它会做到 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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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熟手 将来 就算不制裁 很多类型的手机 5G手机 都可以帮到这个中芯 真的 挺好的 挺好的 所以我就会 买一点 为什麽呢 收了股息 今天 收息就是 恒生 香港电信 SS6823 和希臣 今天几个仓 就是总共收了 超过4万元多少少 可以用来买股的 另外一点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恒生 买了一些 用人民币买恒生银行的 它又派回港币给你 直接没有信叫你选择 没有消息叫我去选择 就是派港币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些 是独特的经验 恒生银行 我还有在第二个仓 买了一些 941 等它派息的时候 再和大家分享 美国那边收市 道指纳指都下跌 道指就下跌多些 阿里跌少少 不多 跌5.5% 汇丰又下跌 京东又下跌 所以我看 今天香港开始会下跌少少 比昨天的价格 就会下跌少少 看看有没有 迟到的 投资者会进去买 现在的投资者 真是醒目到 前日升了这么多 没有人扑入去买 有得它不断跌 曾经暗暗地 在1点至2点时 有些买盘 但是 后来也是跌回去的 我关注些 什么股 是我 我想买一点点中芯 放在仓底里 震仓 希望将来 将来变成 几百元一股 那些局势 我会 继续留意 那些油股 那些油股 虽然是昨天回了 晚节不保 又回了 但始终都是强细的版块 回锋 有朋友问我 买不买得 我就说买得 因为为什么呢 又暗暗地 汇丰银行 在英国方面 这一轮做得很好 奇奇 都有得升下 但去到美国又跌下去 不知道 但我觉得 汇丰银行 今年 今年会在62-68 全程走 我觉得 还有三个月 看日上不上得回去 看到那些 网友 那些投资的人士 都很聪明 上一次 1800亿 成交额 又一次 升几百点 不是很久之前 之后 跌了几天 今次 昨天也是 一千一亿 都是这样的交投 看看会不会又跌几天 不怕 投资是这样的 低位的时候 研究好股 买下去 将来 市场升的时候 你才有份参与 这些不是相反理论 这些是根据过往的波浪理论 不是相反理论 叫波浪理论 一股升了会跌 一股跌了就会升 如果你没有信心 的话 不如拿回那些钱 买绿色债券 买绿色债券 买到到期 就 本金给你 有利息收 4.75厘 这个 都挺好 好过放银行存款 为什麽呢 它保证你 这么多年 持久 都有几厘利息收 银行 有时它减息的时候 三个月 高一点 一年少一点 不做了 优惠利息 不做了 都可以的 所以买 香港政府 这些 绿色债券 都是几好 但额势 你拿钱去抽 也未必全部抽中 昨天的经历 和我债券的转变 你会看到 虽然是大肆跌 但如果你买 一个组合 买组合 你就经常都会发现 有时有些股下跌的时候 你手上的股 便会升 即是抖着 有抖仓的作用 说回相反 有些股下跌 有些股下跌 总是有些股下跌 但长期这样做下去 一个组合来说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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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